Hello 我是EG 突發 好不安 我喝了成煲生水 沒煲過 生的 供下水 成煲隊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 大國仔 講解一下吧 我就剪一下澳洲第四天的影片 因為我最近新看媽媽 我就想起了 那還有一會就要吃藥了 很聰明地走出房門 就打算煲水 就是這個水煲 這個舊水煲 這個新水煲 然後我不知道是誰買的 不過那些生活電器的用品 應該都是花生的了 那我拿去裝水 裝完就放回去 之後看到一個按鈕就按了 那按完按鈕呢 就會馬上回到房間 就繼續剪片了 那隔了好一段時間 我出回來 然後摸一摸水 欸 暖的 那我心想 欸 真是醒目了 天氣這麼冷 還要是暖的 正 時間分配得剛剛好 那接著就大膽大膽喝 那病嘛 病就多喝點水 那喝到只剩下半鍋 那我心想不如努力點灌上它 然後又煲一煲新的 啊 這樣又煽用時間了 那一邊喝的時候 是有一點怪味的 但是那時候覺得 欸 新鍋嘛 新鍋有些怪味 可能也是正常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正在病 我以為自己的味覺有些問題 那直到我喝完整鍋了 那我看一看一看燈 覺得有點不對勁 為什麼還沒熟呢 但我應該認真一看 它寫著keep warm 通常那些機器最重要的那顆 就是紅色的 哪有可能keep warm的那顆 就是紅色的 我只要黑咪咪 只是看到那顆紅色的按鈕 它煲水的那顆按鈕在哪裡呢 蛤 頂你保護色 真的一個病 最吹脆的一按下去 原來他很著燈 真的頂你個肺 我一邊喝的時候 還一邊想 啊 正啊 正啊 喝多點水好啊 喝很多水 好想照顧自己 喝多點水健康 那聽人說 聽人說那些生水 很多微生物和細菌 那就是我是把那些微生物和細菌 溫暖到它們活一活躍 身體就清醒了 再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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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地喝進肚子 我記得以前 spacescoster 就是在拋鱔湖的時候 跟我們說 就不好煲一些公廈來喝 哇 白癡郁 你也不知道裡面有甚麼 我真的聽了他說 我不煲 來煲的 一個光酒 我現在感覺到那些微生物 在我的胃裡流水 咳咳咳 會不會死呀 有沒有人可以留言 如果你有類似的經驗 但也很難 如果真的有,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身體摺下來會有什麼變化 我真的發現這個事實往往是很難令人接受 事實真的很殘忍 我不知道我沒事 我知道我現在全身都不舒服 本身都很軟 好像手軟腳軟,尤其是肚子 最慘的就是你現在知道 帶你整個鍋子喝下去 反正病到這樣也知道不及了 純粹跟大家報告一下我的近況 也提醒大家,水記得鍋子才好喝 記得看鍋子是否鍋子 好,記得訂閱我 星期一四十四出片 下集繼續澳洲見,如無意外 我希望我真的可以如無意外 繼續見到大家 大家有什麼就留言 大家記得小心用水 訂閱吧 這條片分不分享出去都無所謂 是說給訂閱了我的你們知道 拜拜 拜拜 哈搭